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湾区聚焦 到今天为止 在全世界所有的统计的数字当中 显现出来在北美移民的华人的数量 目前已经达到6000多万 将近7000万人 那么从大陆出来的移民 也成为了最新留学或者是移民的一个最主要的一支胜利军 那么想一想 今天我们想问一问 我们所有移民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地区的华人朋友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块土地上呢 很多人我相信最早二三十年前的很多的华人 是为了追求更加自由平等的那个环境来到这里 那么近期年的移民呢 想要一个未来的安稳孩子的教育环境来到了这里 但是我们来到这里 真正享受到没有 我们当初所追求的那种目标呢 那么当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宽松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是否想到过 还在国内 还在那样一个统治下那些华人朋友的境遇呢 在今年的12月10号将是国际人权日 那么这一天呢 恰巧也是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成立31周年的庆典 那一天他们将举办2016年的杰出民主人士的颁奖典礼 今天我们将邀请他们的有关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在30多年前也是像我们今天的新移民一样的那些老移民 他们是怎么样成立了这样的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到底30多年来都做了哪些的事情 这里边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一位呢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也是当时六四学生运动当中的受害者之一 方正先生 方正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你好 那另一位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30年前来到美国的任松林先生 你好 你好 如果提到任先生的话 当年跑到这边留学的时候 是第一批最早的留学生对吧 可以这么讲 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批吧 那么您从出国之后 你也一直关注着中国人权 正好是代表了当年创立了民主基金会 那一批老移民的一声新声 一会听您的故事 而坐在这边的这位年轻的姑娘呢 大家看到了真的很年轻 没错啊 她是90后的一位真的很年轻的啊 这样的一个女学生 她现在目前是波克力的政治学方面的大学生 叫做李亚天 亚天你好 你好 非常令我们吃惊啊 90后的孩子今天坐在电视机前 来给我们讲一讲你来关注中国的民主啊 教育啊这样的一个心路立场 那首先呢方正先生我先问您一个问题了 今年的这个民主啊 这个颁奖杰出人士要颁给谁 什么时候能知道过去你们都颁给了哪些人物呢 今年是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第三十届 杰出民主人士奖的颁发 当然很抱歉 现在我们的得奖人 今年的得奖人 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 可能要在12月10号之前的一段时间 才会公布大家 现在我们的评委的 还在评选工作当中 那么30年来 民主教育基金会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是在旧金山成立的 那么到今年已经超过30年 其实它在1985年年底就成立了 86年颁发了第一届 在我们的第一届得奖人当中 现在有威京生 有刘兵燕 有王若水 当然从这之后 大家知道从80年代之后 这30年来也是中国整个一个 民主历程的一个 这么一个过 30年的过程 所以在每一年 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 都会颁发当年的杰出民主人士 我们知道在这过程中 到目前为止总共有近90位获奖者 在整个这个30年的历程中 我们要点一点的话 一些知名人士 有大家比较了解的 像刚才讲到的魏京生 还有大家比较知道的 这个关注河南艾滋病的那位 高耀杰女士 像陈光诚 都是我们高智慎律师 还有包括获得 河南艾滋病的刘晓波 包括达赖喇嘛 包括您 自己也是曾经的 也为获奖者 对吧 我不是民主教育基金会的获掌 我没有这个资格 对 因为这是要给那些 真正在为推动中国 或者说整个华人地区 民主和人权事业 做出杰出贡献的 包括早期的得奖人当中 其实有台湾的一些民主人士 包括是石明德 费西平 包括还有一些香港的人士 包括像迪朱铭 斯图华 他们都是我们曾经的得奖人 包括我们湾区的议员 Lancy Pelosi 女士 她因为也对中国的民主事业 有过很大的贡献 所以也获得 1992年也是我们 民主教育基金会的 前得奖人 那么在今年的12月10号 我知道你们是要举行不少活动 都有哪些活动 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对 今年呢 因为是民主教育基金会 第三十届的颁奖典礼 同时也是我们基金会 成立30周年的这么一个庆典 所以会在这个12月10号的时候 在旧金山湾区 主要会有两场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一个是在下午 是在国富纪念馆 是由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 组织的几个panel 主个panel的这么一种活动 晚上会在新亚洲这个餐馆 新亚洲大酒店 会有我们的这个颁奖典礼 和这个筹款餐会 我想这两个活动 希望湾区的朋友 有时间能够来参加 刚才你提到了 有那么多关心中国民主的人士呢 任宋林先生 我知道您已经来到三十多年了 那么您能不能过来讲一下 当年这些老的移民 华侨它怎么建立的这个民主基金会 它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其实也要从比三十年前 还早的时间说起了 所以说这个民主教育基金会的 创会会长叫黄宇川 黄宇川是五十年代的 贵国华侨 然后在中国打成右派 然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中国改革开放又来到美国 又来到美国 他们就是希望普及 因为刚过文化大革命 中国属于刚开了一道门缝 所以他希望民主 美国的民主概念 更多的普及到大陆人群里 而且呢 对一些对民主做出贡献的人呢 他们想他们要设立一个奖项 来树立他们的对民主 表彰他们的民主的贡献 所以说呢 第一届的和黄先生一块建立 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一些前人 我简单介绍几个人 一个是程启林 程先生 现在已经去世了 他当时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的爱国学生 在这个重庆的时候 两个腿都被防空洞里头 就潮湿 就不能动了 后来呢 由于他是国民党时代的人 也受到了中国的很大的迫害 后来他没有办法逃出中国 所以说他现在的女儿 还是我们的民主教育女会的成员 当年他自己 我记得很感人 他自己都在床上不能够起来 女儿抬着他都要去参加 他住的生活满头 从生活满头每次都要来 还有马良俊先生是从台湾来的 他也是我们的早期的 还有这里头像黎承信 像我们这个湾区有很多有名的人 包括著名的学者余英时先生 包括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马瑞燃先生 还有现在的 现在库布提纳的市长张兆富先生 都是我们很多各行各业的 各种人都参加了民主教育基金会支持这个活动 我们的基本的理念就是说 经过文化大革命 中国从一个 中国从一个 无知的状态 从一个被共产党洗脑的一个状态 根本就不懂民主自由的一个状态 来了一帮人 我们希望把这理念推到更多的人 更多人知道 什么是民主 所以说我们到现在 我们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就是这样来自一些民间的各个方面的人士 开始成立了民主教育基金会 把这个概念传递给中国 这么多年他们帮助了许许多多 当时在中国受到困境 受到迫害的一些国内的人士 也有很多不畏打压 一些刁难 仍然全力去帮助国内人士的 这些海外的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 那么在今年的12月10号 将是一个大型的庆典 那么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有很多他们要举办的一些活动 他们到底做哪些活动 怎么样去帮助国内的一些人士呢 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在人生当中 遭受挫折的时候 但是如果这个挫折 是一种来自政府的制度的 这种整个大环境压迫的时候 您能想象 那个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吗 那么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是在过去的30年当中 给了许许多多在打压当中的国内的人士 极大的一些鼓舞和帮助 那方正先生我就想问一下 虽然您当时并不是所谓 就是说一些学生运动领袖 您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当时你是为了救你的同学 结果双腿被坦克全部压断 那张照片啊 真的是全世界都非常的震惊 我也是从那张照片 虽然没见到你本人 就认识了您 那么即使这样 您在国内在过去 没有出国之前的20多年当中 一直被中共的官方给 是严密的监控 那么我想问啊 当时在那种情况之下 您还不是在监狱当中 您觉得来自国外的这种关注啊 媒体的报道啊 包括像民主基金会的做一些活动 对你们在国内的那种情况之下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很多人你知道吗 大家会觉得背水车心 我做有用吗 那真的其实对国内那些陷入困境的 尤其是比较必赛的那种 绝望的那些人 那么都得到一些海外的关注 那么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就拿我来说 我在国内 其实跟旧金山还是蛮有渊源的 我在国内的 我记得刚受伤 大概是91年还是92年 我就得到过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帮助 和祝贺 收到过他们的贺卡 我记得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 我记得很清楚 叫张昭富 他那时候就给我 有一个贺卡是他签的名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大概是200美元的一个资助 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的 可想而知在那个时候 我们在国内的这些人 虽然孤立无援 但是其实海外还是有很多人 是记挂着我们 是在给我们关爱和温暖的 那么包括后来 那我女儿大女儿刚出生的时候 那我也收到像任松宁的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任松宁是谁 他也给我寄来一个祝贺 还也有几百美元的这么一个慰问 我当时到了旧金山之后 我才能知道 原来这些人就是他们 就是在湾区 在美国的这些最普通的 这些有爱心的华人 他一直关注着国内的这些受迫害的人 其实不仅是我 很多那些当年的六四的受害者群体 还有很多因为这种政治原因受迫害的 在监狱中的这些异议人士 他们都一直在受到国外的这些 普通的这些华人华侨的这些关注 不管是多是少 其实对我们在国内的人 都是很大的一种鼓励和支持 我是有这种切诚的感受 那说到这里呢 那我们旧金山的这些组织 那么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成立30周年 另外湾区还有一个很好的组织 叫硅谷民主促进会 他们在六四之后 就每年在12月的时候 有一个圣诞签卡送温暖 和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一起 还有其他的湾区的这些民间的组织一起 那么通过祭圣诞贺卡 表达海外的华人 对国内的这些人士的 良心人士的这种关爱和支持 这个活动也持续了27年 那么近两年 尤其是近两年 湾区另外一个新的组织 我也是其中的议员 叫人到中国 他们接过了这个棒 所以每年把这种支持 不通过这种活动 还是在向国内去传递 虽然是杯水车薪 但是对于已经在压迫当中的 你们当年的这样的 或者是现在的那些人士来讲 这种作用 这种鼓励是非常之大的 是 所以今年在12月10号 我们民主教育基金会的 这个庆典活动在同时 我们也会举办这么一个活动 就是让在场的这些 华人华侨们 在场的这些朋友们 那签上你们的贺卡 表达你们的关爱 表达你们的祝愿 把这些温暖的祝福 寄到国内 给那些狱中的这些 受害的这些群体和他们的家属 所以真的是一项 蛮有意义的活动 这是在旧金山湾区 也是坚持了长达近30年的一个活动 几乎也是历史比较长的 关注中国人权的这样一个 nonprofit的非营利组织 对吧 是 也是每年我们像 民主教育基金会 像早期的硅谷民主促进会 像现在的人道中国 像这些组织 我们每年都会在一起 来做这么一个活动 那任宋林先生 在过去的这30年 相信您 方正先生还没见到您的 就已经知道您的名字了 很多像您的这样的老的移民 他们去成立这个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时候的目的 就想做两件事情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关怀他们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其实要说我是老的民主教育基金会 这也不公平 其实最早的民主教育基金会的那些老前辈们 他们主要是湾区的老一辈华人 老一辈华侨 我是2000年以后 因为他们很多人岁数大了 我来帮助做 在2000年以前 我只是台下的一个观众 捐点钱 从来民主教育基金会 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但是我每年都去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是直到他们2003年 好比说黄先生去世了 程先生也去世了 所以我觉得 我比他们年轻一点 虽然我也60多了 所以我就应该跟上去 你觉得为什么你要跟上去 其实这个谈为什么 大家可能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 你好比这么讲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 旧金山花眼角有一个民主女神像 这民主女神像可以说是 湾区一个大家集会的象征 每年都要到那去 那个是Nancy Pelosi支持下黄先生 就是民主教育局会和议员一块 和我们一块做的 今年我们会请这个雕塑 他这个雕塑大师 是个美国的雕塑教授 会来参加我们30年的活动 所以说不只是中国人 整个的世界 当你看到六四的那个画面 当你看到整个的这个 像方正这两条腿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责任 他不是说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什么 但是每个人 都应该知道 这是最基本的良心 这如果 如果连 可以说如果 30年前你曾经大悟美国 你要知道 1989年的时候 全美国的所有的华人 不管台湾来的 大陆来的 还是香港来的 团结一致 那个气氛 你就能知道 那时候 华人心里头是 自己都是有一杆秤的 虽然现在这段时间 有一些低潮 但是我相信这个并不重要 因为在漫长的人心中 他会有关心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 都有一种道德的良心 我这里也呼吁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参加到我们这行列里 关心中国的民主运动 关心中国不平等的事情的发生 就是说关心别人也是关心你自己 是啊 当我们自己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好人的时候 我有没有在别人遭受委屈痛苦的时候伸出一只手 去帮帮人家 好人的定义并没有那么高 只是能够同情弱者 能够对那些不义的事情讲一句话 其实就足够了 那刚才你讲到的连您 您还说前辈 您已经60多岁了 但现在也走到前边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还做到一个非常年轻的这个女孩子 来自布克里政治学的90后的年轻人 我们一会儿来听听看李亚田 那亚田为什么她也走到了 民主基金会的这一部分的工作当中 那将来像她的这个工作呢 对她的学业 对美国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欢迎您继续收看湾区聚焦栏目 那么在12月10号呢 由在总部就在旧金山的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将举办了31年第31周 第30届的杰出人士的 民主人士的颁奖的典礼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的华人朋友 您已经来到美国的这样的朋友 就像最早的老移民一样 无论我们是不是政治人士 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宗教和文化的信仰 但是呢 对于人最基本的道德良心的时候 对于还在受到迫害 还在受到压迫的一些人 能不能收出我们的援助之手 我们刚才听到方正先生讲到了 其实呢一张鹤片一个问候 对当时深陷淋余的他们 都有相当大的鼓励的作用 那我们今天呢 有另外一位90后的女孩子 雅田 其实大家看到你都会问 哎 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还写是伯克里的高材生 现在也在关心中国的民主啊 等等的这些自由啊 等等这些活动 想问你的就是 现在你的学业非常忙了 伯克里的功课压力非常的大 您觉得这些活动和你的学业之间 有什么关系吗 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对 其实我从 我现在选择这个政治学的专业呢 也是因为我愿意对我 对这个政治的这种热情 对因为我最早 最早的专业其实是俄语 对然后我读了有五年之后吧 我就把我的专业给drop掉了 然后 从什么时候 从多大开始关心中国 或者是政治方面的事情了 那应该是 应该正式的话 应该是从14岁开始 这个缘起又是什么呢 14岁 14岁开始吧 就是因为正好在2008年 就是3月14日那天 是我正好是我的14岁的生日 然后那天 然后西藏就发生了一个 现在中国官方当时称之为 叫打砸抢恶性事件 对这个事情 然后呢 因为那天正好是我生日嘛 所以我就一下子就关注到这个事情了 后来就是中国政府 推出了一系列的纪录片 比如说讲西藏农奴的 然后还有说讲达赖喇嘛的 然后他们其中把达赖喇嘛 称为就是说奴隶主呀 或者是什么 就是竭尽各种辞早来贬低吧 当时你在国内吗 当时对啊 当时我在国内 14岁还在上初中 上初中 对 然后你看到他的宣传 你是怎么样思考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 但是我从前意识里 已经不再相信政府的话了 就是很想我在很想通过第三方渠道 再了解一些 他们所报道的这之外的东西 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其实那时候就是前意识里 就已经不再相信 不是很相信政府的话 不然我也不会再想 有什么拓展的一些阅读 可以给我来看 那你在国内怎么样去找呢 这些真相 一直都没有 一直就不能够找 一直到17岁的时候 我接触到自由门这个翻墙软件 也是通过翻墙 对 然后我翻墙出来 然后我才了解到 就是那时候看了很多 关于像关于六四啊 文革 大饥荒呀 还有关于西藏 还有关于对 就这些 你没有怀疑过吗 你怎么判断官方的 和你破网看到的 哪一个是真实的 你怎么得出这样判断 其实官方的 其实从官方这方面来讲 我从小在中国 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 我就是能够以我的 其实我自身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实验品了 对 就是这些年的教育 让我觉得 政府给我 包括他们在教科书里面 在各方面 他们给我灌输的这些东西 我就是从我个人来讲 我并不相信 全力给你们洗脑 都哪里没被他洗了 就是全力洗脑 我也曾经被洗脑过 对 上学的时候 初二的时候 那时候就14岁那年 也挺积极的入团的 对 然后 当你看到 翻墙看到那些 真正的另一面 讲到事情的这个事实的时候 什么感受 感觉很震撼的 还是 因为我虽然知道 我虽然说不相信政府的话 但是我也没想到 我了解的那些真相 会是这样 就是说 把我可以说 这些年接受的教育 全部的从底 从底往上这样 给颠覆了 就是说 那当你发现真相的时候 你有跟父母啊 家人或者同学 讨论过这个事情吗 我没有跟同学讨论 不敢讲 对 一个是 不是不敢讲 因为同学们好像 并不是很 不是说 就是因为我从小老师就讲我 就说我这个人 比较叛逆吧 不是很好管 然后想的也比较多 然后写作文的时候 也敬爱写一些 社会阴暗面的一些东西 对 因为这个事还曾经 被老师给批评过 所以说我同学好像就没有我这么敏感 尤其是对政治这样 就是说非常敏感 所以他们并不感兴趣 那么从中国大陆 当时中国是环境不鼓励 孩子们关心政治 老师也不鼓励你 老师肯定不会 你有独立的思维 对 那么你到美国成为大学生的时候 你体会到对你的学业 这种两者之间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你的学有什么帮助吗 我感觉非常 就说像伯克利 这个地方应该是 有很多人说 是把美国这种自由 平等 这种民主精神 是发挥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包括你跟老师之间 各个学生和教职员工 然后老师之间都是直接 就没有 你称呼他们 就直接可以叫他们名字 也不用叫他们投闲 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充分感受到一种 然后你有什么理念 跟老师不一样的 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当堂又反驳它 或者怎么样 你要在中国的话 课堂上老师肯定会把我批评的很惨的 那这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 当你走到民主基金会 这一个成为一个义工 帮着做这些事情的话 这又是一个大的飞跃 从这个角度上 对你的年轻的同学 能谈一下你的这种感受吗 体会 其实我后来 就是说互联网在帮助我 就是说觉醒的这个 在我觉醒的这个路上 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作用 因为这是因为互联网 我才了解到了真相 然后后来我结识到了像方正先生 像任松林先生这些民运前辈 然后也知道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 就是这三十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推动中国这样一个民主的进程 所以说就很自然的就想参与进来了 那么12月10号要举办这样的活动了 你想跟你的同龄人说点什么呢 你希望他们在12月10号能帮你做什么呢 我希望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因为大部分90后的年轻人 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些留学生 虽然说他们接触到了 虽然说现在美国这个环境非常自由 但是呢他们又出于各种原因 他们并不感兴趣或者是并不愿意了解这些 这些事情 然后也不愿意参与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我的这些同龄人们呢 能够从自己开始关心开始 因为这毕竟关系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未来 所以希望如果说你们光空谈官方的那些爱国的话 并不是真正的爱国 如果你真正的爱里尔国家的话 就应该参与到我们这里 然后和我们一起 然后从我们这个12月份这些事情开始做起吧 就是说尽快的推动中国民主化这样一个进程 那么时间的关系节目可能就要结束了 所以宋伦先生你想在12月10号这天对一些能够理解 或者是像您讲到的经历过八九六四在海外 那种同仇敌气的华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 想对这些朋友们说点什么呢 其实刚才雅田说的很好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关心其他的事情 不太关心中国政治 但是其实80年代的人也是一样 但是八九年那天命运把他们联系到广场上了 所以说我现在由于长期的这个消息比赛 官方的封锁 很多人不知道真相 所以说呢他们不关心 但是当灾难降临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再关心就晚了 所以说关心别人就是关心你自己 所以我呼吁那些在美国留学超过二三十年 知道六四的事情的人再重新回来 你们也都参加过华盛顿游行 都参加过史卡古的游行 你们也都参加过就丁山游行 我们希望你们回来继续关心中国的民主运动 希望那些年轻的孩子 像雅田那个九零后八零后的孩子 你们要多看书 向你们父辈打听一下中国的事情 因为当一天灾难降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在关注的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我们呼吁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2月10号在九金山见 方舟先生 是因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全体华人应该说 需要去关注和推动的 因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 中国的未来真的关系到整个全球的 这个未来的趋势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虽然是一个对于每个人来说 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事情 就是对中国这么一个事情 一个很伟大的事业的一种帮助和推动 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 我们现在在九金山 那么最起码希望我们湾区的这些华人朋友们 能够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当中来 能够来多了解一些 我想这也是对中国的一个真正的关爱和支持 中国教育民主基金会 它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所谓的 就是搞什么制度等等 它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以教育和教育 大家对民主的理解 从这个角度上去做的 那么作为我们海外的华人的话 您自己愿不愿意去给国内的那些 还在受迫害的良心人士 意见者 只是因为头脑里想了什么事情 嘴里说了一些什么事情 就给抓到监狱的 还有包括那些被强牵的 被打压的一些普通的百姓 写一封贺卡呢 您是不是愿意来写一封 哪怕十美金的支票呢 或者那一天来在12月10号 来参加他们的颁奖典礼呢 也许今年获奖的颁奖典礼的那位朋友 也许就在中国的中共的监狱里 我们已经来到了美国 而且移民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在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 为那14亿人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 中国的未来到底靠谁才能改变呢 这是我们今天能够通过 方丈他们几位嘉宾 让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同时呢希望在12月10号那一天 大家都在那里边能够互相见面 那谢谢你们几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